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原賢 词曲 李宗盛 我就是我只是一个女孩 我喜欢美丽我也想逍遥 那天空中不满五彩云朵 不知道历史怎样评说 我就是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享受爱情我渴望平静 这世界已荡漾求过身余 舍不起为何遇见她 就这样一路走过 我还是我只是一个女孩 我还是我只是一个女人 说不起为何遇见她 就这样一路走过 我还是我只是一个女孩 我还是我只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project 院族 昨天晚上陛下寄今生情 叶尽弦声响必哭 一弦一患往来风 依稀四曲才堪听 又被一将别吊珠 什么意思啊 又被一将别吊珠 昨晚三郎是见到了 我和太白兄以风筝传信 又听到了我的琵琶声 他所以说夜尽弦声响必空 风中飘忽不定 当然就是一弦一患往来风 写得可真好 不过三郎真正的意思 是这一息四曲才堪听 又被一将别吊珠 三郎觉得我的琵琶声里 有别的吊子 也就是 我有别的意思 什么意思嘛 阿翁 你说呢 贵妃娘娘 分析得真是偏僻弱了呀 其实啊 陛下写这首诗没什么意思 她就是 嫉妒了 嫉妒她有什么好嫉妒的 阿妩说句心里话啊 阿满说的就是我要说的 该嫉妒的人不是三郎 是我 就是嘛 她是均无常情 倒要我玉环姐安之落泰 她越近人间春色 她要我玉环姐独守空房 她妒忌 这天下情势真没有理可讲了 阿满这番话可不像出自阿满之口 她是在鹦鹉学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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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难得呀 太白先生 还真是难得呀 其实我太白雄说的 不过是个事实 我早就安之若太了 不过日后 恐怕贵妃娘娘 不会这么轻生了 怎么 陛下病了 怎么病了 是郭姑夫人给陛下下了春药 啊 什么 贵妃娘娘 老奴不想把这件事情声张 而且老奴还嘱咐太医们 别把这件事情告诉陛下 他们或许不知道 是郭姑夫人给陛下下的春药 或许以为是陛下自己要吃的 那也说不定 陛下呢 又不愿意声张此事 哎 可这些 只是老奴的一厢情愿 这件事情 若是被什么有心悸的人 抓住了把柄 那 那有危险的 就不光是郭姑夫人一个人了 恐怕贵妃娘娘您 也是难脱贪心 阿满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陛下知道 你瞒他是瞒不住的呀 这些都不重要 干嘛 这件事情 我藏在心里 一直不敢明说 不能明说 不想明说 宇欢姐 什么事啊 你连我都没说呀 我真的应该把我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都说给三郎婷 不管他怎么怪罪我 你别吓唬我 到底是什么事 你快说 我应该跟三郎说清楚 他年纪已经大了 他是老年人了 任何事情都应该懂得适可而止 不能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了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翻江倒海 可是我始终就说不出口 这个 那是不能说 特别因为他是皇帝 就是嘛 结果你跟他说 你已经老了 对床上的事你就省省吧 他男人 他自己杀了你 你们现在明白了吧 为什么我死活都不能 让我三姐去侍奉三郎 不明白 我那个三姐 我从小就了解他 他漂亮 聪明 会讨男人喜欢 会来事 他没什么坏心眼 可他就是很自私 他会为了故宠 为了笼络住三郎 他什么事情都是干得出来的 沈志云 给陛下吃春药之事 那他不是找死吗 他要是有这个辞职之名 我也就不用这么担心了 喂 喂 你别走啊 我一会儿你还没事的时候 你整天陪着他玩 他就会有胜利到走了 白兄哪能预测到那么多 他走了也好 我的事情 他眼不见 心不烦 就不必再为我担心了 这天下的事啊 总是这样 该走的总归会走 该来的挡不住他来 陛下 臣妾进宫到今日整整一年了 嗯 是吗 今日对臣妾来说还真是个大日子 你要什么 说 那臣妾先谢谢陛下了 其实陛下恩宠臣妾金银财宝 已经赏赐得够多了 臣妾只有一点遗憾 就是不知道在这宫里头和陛下心灵 到底是什么地位 嗯 你是贵妃的姐姐 一般妃子的地位就太低了 委屈了你 如果说是嫔妃以上的位子嘛 又实在不多 其实臣妾的四妹 早就不在陛下身边了 你要贵妃的位子 臣妾不敢贪心 但是如果有一个位子 那岂不是伺候陛下更舒心吗 你要玉环的位子 陛下若是觉得不合适 就当臣妾没有说过 可你说了 臣妾是一时糊涂 所以朕 也要跟你说明白 是是 臣妾昔耳恭听 那这后宫啊 就好比这一桌子饭菜 后宫嫔妃三千 其实好菜也就那么几盘 朕时不时地尝尝鲜 其余的都是调料 可要可不要 可贵妃呢就是这碗饭 饭只有一碗 有的时候朕腻了 这碗饭没有上桌 不等于说这饭就没有了 或是朕就不吃饭了 你明白了吗 懂了 臣妾懂了 你从来没有宫里面的身份 可是朕允许你 在这里侍奉朕宫一年之久 郭国夫人 你说得没错 今日是个好日子 臣妾 臣妾感恩 所以啊朕也不可以那么自私了 你该走了 陛下 臣妾知错了 不不不不 你没错 你没错 起来起来起来 你没错 坐坐坐坐 律师 老农在 将国国夫人送还宅 请辞 老农遵旨 国国夫人 陛下 去吧 陛下 去吧 去吧 谢陛下圣恩 哈 国国夫人就这么走了 是 贵妃娘娘出宫一年了 国国夫人也被驱逐出宫了 这就是说咱们可以出手了 是 好 咱这就让他们阳泄而死 你是说国国夫人给朕吃了这个东西 药粮足以伤害陛下 若非陛下洪福齐天早早发作 有惊臣等早早医治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这么说朕并发之日 尔等就知道这个原因 是 尔等先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是 对朕隐瞒病情真相 是 为何呀 陛下荣禀 太医官因姿势体大 先向臣禀报了此事 对陛下隐瞒真情 是臣的决定 哦 为何呀 陛下荣禀 臣等怕死 哦 臣有那么可怕吗 不是陛下可怕 是国国夫人可怕 哦 为何呀 请陛下恕臣直言 能在陛下枕边说话的 他就是犯下滔天大罪 恐怕也能化绝于无形 而揭发起罪行弄不好 被他反咬一口 死无葬身之地 明君在朝不在夜 陛下乃天下明主 国国夫人虽一时得逞 但忠难逃陛下法眼 所谓天网惠惠 说而不漏 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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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必为朕 找说辞了 君明臣明 君暗臣暗 誓此未也 陛下旷是明主 一时之暗 其辟隐蛇出动者 好了好了 无论怎么说 这条美女蛇 都给你们抓住了 宣旨 老奴称旨 国国夫人 潜入深宫 命谋残害阵宫 其胆大妄为 是其所倚靠者谁人 其扬招呼 其贵妃呼 是可忍孰不可忍 赵蒋国国夫人 灭门 养家一族拒收监大理寺 必使真训出真相 听候圣才 亲此 老奴灵致 求陛下容兵 此事 以国国夫人一人所为 必与贵妃无关 老奴愿意担保 你还是担保一下你自己吧 陛下 你们两个分头的两个养父 是 这贵妃现在 告诉他们陛下胜弄 株连九族 我也没有办法 好 让他们好自为之吧 快走 阿满 阿满 事情紧急 我也顾不得轻重了 你赶快进宫 告诉三郎 把我那天说的话全都告诉给他听 他听也好不听也好 骂我也好杀我也好 跟他讲 我随后就到 是 这位公公 你一定是阿翁最新的奴 否则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来罢 是 奴才愿为高公公去死 那就再麻烦公公一件事情 请你去通知杨大人和我的三位姐姐 速到多头村 杨家老宅集结 火速前往不可耽搁 是 于幻姐 这还能有救吗 这还有救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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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围起来 是 刘大人 杨大人可在屋上 刚走 我死意叫他去独头村的老宅了 杨大人去了独头村了 是 先把他抓起来 是 刘大人 陛下圣语 杨氏一族去收监大理寺 你既是杨家的崽子 就不可能幸免了 带走 走 快走 完了完了 从小看着大事 在这看到了 我 我早就知道 你是杨家的扫门箱 你 你一个人死也就算了 你干嘛拉着我们一块死呀你 那个扫门箱 这是缺德鬼 扫门箱 缺德鬼 四妹我去看看 杨大人 杨大人 圣语 怕是已经知道了 大家都是朝廷命官 我估摸着 你也不会给卑职添麻烦吧 好说 好说 带走 是 慢 杨大人是堂堂朝廷三平命官 岂容你们说带走就带走 你快想办法来 你现在说让我想办法 你既然闯了祸 那我们杨家 就应该任人宰割 原来 郭国夫人也在 一起抓起来 是 你敢 你个没用的废物 玉环 快出来呀 救命啊 给贵妃娘娘请安 为臣公务在身 还请见谅 陛下有旨 将杨氏一族大理寺收监 来人哪 是 将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抓起来 是 四妹 走 四妹 快走 四妹 走 四妹 住口 都给我出息点 刘大人 臣在 圣旨上虽未明说 但看这状况 是要连我一同逮捕他 不敢 微臣未曾奉此招命 那这么说 我还是贵妃娘娘 是 那就请刘大人给我个面子 先将他们放了 微臣是奉召行事 不敢有违军民 不是让你抗旨 只是让你先缓一缓 请刘大人相信我 回头 我会亲自把他们带到陛下面前 亲自去领罪 这 亲叔微臣不能聪明 将案犯带走 三妹 三妹 站住 本宫的面子 你就一点都不给吗 请贵妃娘娘恕罪 那我就只好强留了 来人 末将在 把刘大人请出去 遵命 刘大人 请 贵妃娘娘 您 您这是干什么 竟还承认我是贵妃娘娘 我杨家的家事就由我来处置 这也是后宫的规矩 若有为君上的意思 一切的责任我来承担 刘大人听明白了吗 那臣下 只好向陛下如实贬奏 您当的 放人 是 多谢林大人高抬贵手 不过是看在娘娘的份上 一时之后罢 后事如何 还请娘娘好自为之 微臣告退 走 下去吧 是 吓死我了 四妹啊 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有办法的 是啊 要不咱们杨家就完了 药是我给陛下吃的 但是我绝不是想害陛下 况且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你们可以明察 我曾经有个念想 绝不承认我自己是杨家人 绝不和你们占亲戴过 因为我讨厌那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 可是我做不到 陛下为了我恩宠你们 这也是他的人之常情 可你们知道吗 这不是负 是祸 多少双眼睛在瞪着你们 就盼着你们出点错 惹得浓颜大怒好将杨家灭门 方能解了他们心头的嫉妒 心头的痛恨 都是些什么人 人同此心 情同此理 既然不能避讳 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这样才能减少一些灾祸 可你们是怎么做的 秦国夫人 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 你们真以为自己有一个国了 真认为自己是国夫人了 那不过是陛下的一句玩笑话 人家又没当真呢 可那些赏赐却是真的 一赏就是沉湘沉湘的金币 宠得你们 一个一个 全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了 你们都去建造自己的府邸 建得一个比一个豪华 一个比一个奢侈 别以为我不知道 有了钱不是制房子制地 还能干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做张扬 朝野臣民都在看着你们呢 就算他们不敢说什么 老天爷还在天上看着你们呢 你们无功而受入 无为而受官 是 今天得到了赏赐 你们算是占了大便宜 可日后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每得到一次赏赐 我就做一回噩梦 我梦见你们 一个一个全都没有好下场 四妹 你给我闭嘴 你好好听着 三姐 其实你不是什么坏人 你只是看到了 我这个贵妃娘娘的风光 你揪心向往之了 一有机会 你就想取而代之了 我没有 我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你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 你有吗 你知道坐上这个位子 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你还没有坐上这个位子 就一心想着顾宠 而你顾宠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皇上拴在你的床上 就是偷偷给他吃春药 你可真聪明啊 聪明绝顶 你可真聪明啊 聪明绝顶 愚蠢 愚可济 现在好了 抱你了 四妹 只要有你在 咱们杨家能啃下去 天晚灰灰 疏而不漏 四妹 难道咱们就真的只有去死吗 天天有命吧 你干嘛不让进啊 阿满 给陛下请安安 过来 你这算是回宫了吗 哪能呢 没陛下的旨意 别说是我谢阿满 就是我玉环姐 她也不敢啊 那你来做什么 我给我玉环姐带个画 什么画 这一会儿呢 我玉环姐她就会带着她的杨家能来给陛下请罪 可在这之前呢 有些个画 我玉环姐让我先跟陛下说说 她叫你来带她求情的吧 我玉环姐要向陛下求情 还要我带画 去 那她到底想说什么 这些个画呢 一个太重要 非说不可 这二一个呢 只要一说 陛下就得治罪 别说是治我玉环姐的罪 就是我这带画人 也保不住自个儿的脑袋 所以 我是左思右想 想了这么一道 可 可我还是拿不低主意 我是说呢 还是 干脆算了 不说了 你把镇子蝉虫都勾出来了 说也得说 不说也得说 那陛下 就得恕我玉环姐无罪 也得恕我阿满无罪 好 恕我二者无罪 口说无凭 要立自据 放肆 朕惊口欲言 好好好 陛下惊口欲言 那 那我阿满不说了 这总行了吧 你 你这是 你一定要立自据 一定 好 行了吧 陛下 这上面有那么一个两个字 阿满认不大清啊 恕而等无罪 阿满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来 我好不容易找来跟龙子加哑巴 一会儿我给陛下禀告的事情啊 他一点听不见 那快说吧 是 这个陛下一怒之下发下御址 要将国国夫人密门 杨家一族全都收监大理事 而且呢那御址话里话外的意思 好像是说 国国夫人给陛下吃春药 是我玉环姐指使 喂 这没那么说 可这件事情啊 跟我玉环姐还真有点关系 他 他真的指使她 陛下说什么呢 我玉环姐怎么会指使她 她是没有拦住她 玉环她竟然是提前知道此事 她不是提前知道 她早就开始担心了 那她担心什么 这国国夫人开始勾到陛下的时候 放肆 陛下不是不知道 我阿满说话就这样 除非陛下叫阿满的嘴巴给封口了 好好好 你说 这国国夫人开始勾到陛下的时候 知道我如何跟我玉环姐说的吗 我跟我玉环姐说 玉环姐你甭担心 陛下已经尚是个偷心的猫 她姐姐缠 放肆 陛下 你你你你接着说接着说 可是我玉环姐最担心的是 陛下定然布置约束导致姓氏伤身 胡说 陛下 我阿满的话还没说完吗 你急什么 她的意思是说 朕吃了春药 是朕的错 陛下说对了 大胆 陛下 可是我玉环姐最后悔的是 她没把这个意思告知给陛下 玉环的意思 朕很明白 我玉环姐的意思是 陛下 毕竟是年过花甲了 其实 也没什么什么龙马精神了 应该懂得姓氏伤身的道理了 陛下 应该时刻约束自己 知道什么叫洁身自好 适可而止 陛下 你再也不能在床上随便惩能了 这结果呢 反而糟蹋了自己 可这些话 在我玉环姐的心里 她是翻长倒海翻江倒海 到头来她还是没敢跟陛下说 朕用不着她说 我玉环姐的这些意思 对陛下来说也太委婉了 陛下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要叫我谢阿满来说 你 你敢说 我为什么不敢呀 我就说 陛下 您太老了 对长生的事你就省省吧 胡说 陛下 陛下 给你拉出去斩了 拿出去 放开 放开 陛下 放开 听见了吗 你 你气死朕了你 所以这些话 我玉环姐没敢跟陛下说 我也没敢跟陛下说 所以我玉环姐才说 我们要是把这些话 提早告诉给陛下 陛下也许会杀了咱们 可是 陛下对床上的事情 也再也不会那么掉以轻心了 也许 不会吃下国国夫人 给她送上的春药了 她 真的这样说 我玉环姐说 她死活不让国国夫人 来侍奉陛下 那原因 就算是她当时 苦口婆心地对陛下说 陛下也不会相信 她的意思是 说朕 是个不明是理的人 我玉环姐还说 她从小就知道国国夫人的性情 她漂亮会来事 讨男人喜欢 可是有一样 她太自私 这床子之事 陛下和我玉环姐自有分寸 可国国夫人和陛下就不一样了 她为了顾虫 为了笼拢住陛下 她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玉环 她应该早一点跟朕说 我玉环姐早就跟陛下说了 什么 她说了 可那时陛下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玉环姐要是真的跟陛下说了 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 阿满请陛下说实话 陛下会不会当时就把我玉环姐给杀了 朕 不会杀她 这怎么舍得杀她 难说 陛下是君无常情 放肆 陛下就是 所以这些个话 我玉环姐她不能明说 她不敢明说 她也不愿明说 可是这怨不得我玉环姐 要怨 就怨陛下您自个儿 就算是国国夫人给陛下吃了春药 这也怨不得国国夫人要怨 也是怨陛下您自个儿啊 放肆放肆放肆 陛下 启离陛下 贵妃娘娘率杨家之人在宫外请命 还有 陈相大人 大理寺卿也在宫外候制 孙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前旨将杨家一族拒收监大理寺 听候圣财 此朕既定明诏必须实行 随贵妃带杨家前来请罪 朕岂能自交其指乎 赵将杨家一族按律收监 贵妃继续送还来 可也钦此 臣明指先 带走 是 出来 走 快走 快走 赵妃你救救我 走 死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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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阿嬷无能 杨家 该有这一切 今晚 你应该陪着贵妃娘娘 她不让我陪吗 是她把我赶出来的 她说一个人静一静 你把贵妃娘娘所有的心里话 都对陛下说了 陛下并非铁石心肠 不会无动于衷 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陛下根本就听不进去啊 这怎么可能啊 老爷 老爷 高姑姑来了 上指下 上指下 阿翁 是给你的 是给阿满的 阿 阿满 阿满姑娘 不会不在这里吧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祝谢阿满连夜前来见朕 不可拖延 亲子 阿翁 阿翁 告辞 阿翁 inch 麻烦 慢走 不送 妈呀 吓死我了 就是说陛下知道你在这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只是没说破而已 阿翁此来 那此事不破也破了 他让我连夜进宫 怕不是也因为这个吧 不会 阿翁亲自来宣旨 此事定然极为重大 你我的事还不够大呀 一定是为了贵妃娘娘的事 那我们的事呢 陛下虽然在圣旨里没有明说 可是他派阿翁到这里 来向你宣旨 这不是明白着 皇恩浩荡 大理司卿 臣在 国国夫人至春耀一案 朕已查明 杨家人并无罪过 所以按照朕的意思 你一道旨意放了他们 陛下 臣愚昧 难道朕说得还不够明白 不不不 臣的意思是此案尚未开审 朕说了 都查明白了审什么 是 可 可如何明白 还请陛下明示 死脑筋的你 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 丞相 你说是不是 是 不过方才陛下说杨家无罪 还要照这个意思拟止宣誓天下 所以要是有些事情不明白 这个宣誓天下的旨意 也就很难让天下人明白 我一定要说明白 更请陛下明示 是这样 国国夫人去台医剑拿的那些春药 是朕的旨意 可陛下上次的圣语 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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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是 上次 上次是 是 朕还在病中 有些事 就忘了 丽林府你是在审讯朕吗 不敢 这刚才跟你们说的话 再明白不过了 国国夫人没罪 杨家人没罪 这个没罪是经过查明的 是谁查明的呢 就是 就是大理寺查明的 怎么样查明的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 听明白没有 临尊圣意 陛下 阿满 来来来来 到朕身边来 给朕拿个主意 来 陛下是多么盛名的主子 咱们这些都奴婢的 哪敢给陛下出主意嘛 让你说你就说 不能不说 是 是这样 这 朕以查明 国国夫人无罪 所以也就查明了 杨家人也无罪 查明 当然是查明了 是大理寺查明的 朕乃金口玉盐 就好像你说的 小葱拌豆腐 查个一清二白 朕才放人 陛下放个杨家人啊 虽然说是查明后放人 可是朕也是为了玉环 阿环明白 明白 所以嘛 这个已经查明杨家人无罪 这过去嘛 有些事情就委屈玉环了 哎呀 就是嘛 我玉环姐这一年都要可委屈大发了 可她从来不让阿环看见她委屈的样子 不过她有时候啊 私底下偷偷哭的时候 阿环还是看见了 嗯 她哭了 她哭还是好的 她不哭的时候 阿环看着才难过呢 哎 说 给朕说说 这有时候啊 我玉环姐啊 她会一个人坐那里自言自语的 哎呀 这会儿啊 这三郎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说着说着呀 眼圈就红了 我就说 你管她呢 这陛下都把你赶出来了 你还惦记着她 陛下猜猜我一会儿你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其实 我一会儿你跟我说的 阿环也不大明白 哎呀 你就说嘛 她说呀 她说你不知道 这三郎上的床啊 就像是个淘气个孩子 不是 她 她真的这样说 哎 陛下 我玉环姐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种嘛 朕 不能告诉你 我玉环姐跟我说半截话 陛下连半截话都不跟阿满说 可是你们忘记掉了 我信阿满是老江湖了 这些事情 我能猜得出来 你猜出来也不能说 是 遵旨 其实啊 朕 也不想瞒胡你 那么多年 朕 已经习惯了 玉环 事情 可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 陛下看见路边的野花 不彩白不彩 哎 这不过是朕 一时兴起 这不能算是朕的错 是吗 这种事情啊 男人哪里会有错 那皇帝更没错了 家里的花养着 外头的花采着 这两头忙活 这不叫乱搞 这这叫做风流 嗯 你明白就好 哎 哎 朕叫你来啊 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 这件事啊 朕没错 也不能错 可是朕 要把玉环 接回来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那 应该 应该怎么说 阿爸明白了 陛下把我玉环姐 赶出过这件事情 其实心里头知道错了 可是又不能承认 这是个错 可是这件事情呢 总得给我玉环姐 有个交代 或者说 这件事情 陛下总得有个说法 那这个 错了 又不能说是错 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对 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哎 你鬼点子多 给朕 参想参想 没办法 没办法 错就是错 给我玉环姐 成了个错 那事情不就结束 废话 这要肯认错 还要你来出主意干嘛 是是是是 陛下千错万错 那也都是别人的错 对 可是阿玛记得 阿玛在陕西班子里的时候啊 有那么一出皇帝的戏 那个皇帝也 搬过那个 那个叫 叫什么 哦 对了 罪己诏 那不就是皇帝认错了吗 那是王国的时候 皇帝才会搬罪己诏 总不能哄老婆开心 要朕搬那个东西吧 哎呀 其实也就是演演戏嘛 哄着高兴就行了 你说什么 哎呀 阿玛的意思呢是说 陛下呢 把这件事情呢 演一段戏文出来 让我一会儿就回来 就能看到了 这个戏文的意思嘛 可以不用直接说 正错了 只要把那个意思 表达出来就行了 哎 好啊 这个好啊 哎 可有这样的现成的戏文呢 哎 好像有那么一段啊 李师 老奴在 文房四宝 遵旨 陛下 这个戏文呢分了两部分 这头一部分呢 是说这两个人啊 是怎么分开来的事情 哎 是这么说的 说吧 我弄两个特撒景多 比如将一块铁儿捏一股铃 煮一股膜 你照不成将它当破了 哼 有点意思 哎 那接下来啊 就是说 这两口子是怎么分而复合的 嗯 意思能重新下岁 再练再掉 再掉后 再出一股铃 再你股铃 那期间 我孙子里预了你 你孙子里预了我啊 怎么样 有意思吧 呃 律师 你觉得怎么样 哦 意思倒对 只是 这些名颠的野调调 要是出自阿蛮的口嘛 都还贴切 要是出自陛下您的口嘛 那 那就不大调喽 嗯 可是 阿蛮他说的 说得好 所谓夫妻夫妻 嗯 感情这回事啊 那就是 两个人用感情捏合在一起的 那一天感情失去了 那就 老眼纷飞啊 可感情这东西不是别的 就是一旦存在过 就永远不会消失 他一旦回来了 哦 就像 阿蛮说的 我身子里有了你 你身子里也有了我呀 咳咳咳咳咳 那 那阿蛮就帮陛下把这段戏文排演出来了 啊 可是 律师讲的也没错 朕 如果用这种调调 对玉环说戏文 那就不是朕 那就是随便哪一个 反复走卒 朕的身份 不允许朕这样做 妈妈 白白跟陛下说得那么大 一大堆 屁事又不顶用 不 幸亏你来 你的戏文 朕以为不可用 可是你的戏文 告诉了朕一个道理 就是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三郎 是皇帝 不可以认错 可是三郎 要给玉环 看到一个真诚的三郎 宫迎贵妃娘娘回宫 恭迎贵妃娘娘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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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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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